100% 可是我看他還在置訂裡面 你的老鴨還在置訂 應該要打了啦 剛剛那個應該是 劈錯到那麼快的 你老鴨最近的打法 是有可能這麼快的 他最近去學了一些有的沒有的 基本上一天 比如說他打四個小時 裡面有三個小時全部都在光炮 每天看他直播都是光炮 滿滿的光炮 然後去學人家那種很奇怪的概法 那比賽怎麼不光炮 比賽怎麼不光炮 這我還真不知道 對啊 既然你都練了 不就是為了比賽嗎 還是他投放的 然後地圖右下角是TNG 左上角是But Always TNG這一次的打不切是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我八強都是沒看到他 應該是沒有 我也覺得是沒有 因為我連那個32強都沒看到他 他走不可在32強之前就掛了吧 有啊有可能跟我一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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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我的運氣也是 你的運氣也是不錯 遇到誰啊 遇到XPAC 然後那時候是單敗淘汰啊 對啊單敗 千運之王 運氣也是不錯 哇 我現在在期待老鴨方向他的BF 可是看起來應該 應該是不會 這就是我們剛剛在講的 一開始的時候 工兵可以去吸人家的空 這真的很 這真的超煩 或是你要去吸工蟲本人也是可以的 這個其實來來回回充足 大概會少採個 至少會少採個大概10到15塊 這麼少啊 假如他第一時間 就是他沒有被影響 他就是第一時間都有 都還是有均勻 都有點腦 應該10到15塊 因為你完全不管的話 可能更多 對 這邊超怕 他知道老鴨是一個 很喜歡放攻炮的人 這時候沒看到全塔 應該是不用怕的 不過他現在的光炮法 他就去學那個 我上次說的那個 之前說那個 在外面人家 在人家外面蓋光炮 然後下VR 那個 對 就是那個人上次有直播啊 對 就是那一招打法的創始人 在前陣子有直播 然後我們兩個 我就跟他一起看 然後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為什麼 他現在每幅 那個人現在每幅6000分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他這樣都可以打到每幅6000分 好 然後我就研究他到底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蓋可以 是真的很強是不是 我是覺得 守的 守的 沒有想到有更好守的方法 因為 Race跟我討論這件事 他說 那超強的 欸 假如是他把你二槽炮掉的話 那個是會超強 但是 他假如是在 先在外面蓋 什麼 在外面繞一圈的那時候 我覺得就還好 好 直接進來 有沒有辦法看到科技 有 有有看到 我之前會和那個 會跟老家討論 然後因為他說 我如果他說 你第一隻 因為我們通常默認 你第一次出墜裂的 重組會默認說 你是蓋VC 然後 可是 我如果他說 你 你這樣子出墜裂後面 後面的那個 哇這墜裂怎樣 我如果他說 你出墜裂後面的先知過去 假如他第一時間還是有 狗在下面有看到 那你這不就超虧超撈腮 然後他說 他就說還好 反正 反正我比這些人強 我穩著打就好啦 讓你給五十塊我也沒差 他說五十塊 反正他就覺得 他現在 我覺得他現在沒有進步 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他有時候打的 不夠嚴謹嗎 對 也不是說不夠嚴謹 他有時候 他有時候 有時候 該拖的時候他不拖 然後 該保守的時候他就不保守 就是打起來 像這個 假如說今天這個重組 他所有的細節都很正常 那他這個先知 其實他就是 他其實這就是 有點小小認 小小認虧的開局 被多打六下 七下 先知快爆啦 把他爆掉 現在 現在是 流行 神族的航空 航空業都會開一開 都會墜雞是不是 什麼鳳凰死光的啊 好 然後先知 都爆掉了 他第一隻先知爆掉 最主要是 等一下天狙角 完全不刷農 全部暗漲好 他這邊會很危險 因為他完全不知道 這個重組家 他還在幹嘛 然後這邊 這三礦感覺還不太妙啊 這三礦開不起來 直接硬咬這三礦啊 然後家裡 家裡後蟲 後蟲跟蟑螂過來幫忙 這後蟲跟蟑螂有點尷尬 這後蟲跟蟑螂有點尷尬 哇 白球戰士無理不了 天 後面的蟑螂 主要是剛剛天狙這邊卡了一下人口 他卡了一下人口 這蟑螂出來有點慢 這蟑螂太少了 有點稀疏啊 而且感覺他的蟑螂沒在動啊 多死一隻後蟲 怎麼打到這邊感覺誤誤誤 主要是 我覺得接下來就看這個 後面這個龍塔 天狙家裡放這個龍塔 只要這個 把蟲蟲這邊沒發現 我覺得 應該是會直接爆開 哇 外面這波兵還要全部被曝光 這三礦真的是 真的是不用開了 難道導播哥早已一言到 比數了 不過天狙這邊 他應該是失誤吧 他主礦那個瓦斯 也在採 人家這飛龍應該出不了瓦斯 好 這邊 衝出一個小小器 就是 你通常二本好啊 你出障藏同時七隻 可以的話 會按一隻監察王蟲 因為你正常 正常的話 你 神族這兩顆白球 帶這個人鏡 他會再帶一隻小眼鏡 去順便清你的衝 你假如有那個 你假如有帶一顆小眼鏡的話 這個 這個 帶一顆小眼鏡 這個小眼鏡就沒辦法 就沒辦法這樣輕易的衝 這個不朽 我怎麼覺得這個不朽 這個不朽 我覺得咬掉啊 不過這一波要是 神族直接反推的話 我感覺TNG好像手太足 哪裡十條飛龍在按 你看 我是覺得這時候 其實刺者塔就可以先 就可以先不要放 因為其實這個時候 其實你的資源 應該繼續爆 繼續出你的地面 繼續出你的地面 因為神族這一波一定 一定會反推 他不可能 那個三框掉 然後你剛剛送了一些兵 他不可能不推過來 哇 這邊看到飛塔 非常不管他 哇 這樣子炸的有點少 而且這正面 這正面要想辦法先解決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沒辦法 能夠換多少白球 就換多少白球 他等一下會不會又裏扣啊 我們的裏扣金 該裏扣了吧 他集結了 裏扣 該裏扣了吧 我覺得這個非常 這個是轉死機器 先打到GG 好恭喜這本的OVS 先 帥先拿到第一分喔 目前比數1比0 看來我們 導播哥是不是也是明燈 剛剛那一場的決勝關鍵是什麼 我是覺得 前面 前面的那個 前面的狗 這樣幾波下來鬧 我覺得其實都 都鬧不錯 但主要是他家 TNG家裡第一時間 要刷傷的時候 好像有卡了一下人口 所以被白球鬧到一些 然後 後面這一波 後面這一波飛躺 我覺得 我覺得轉得有點 有點硬要啊 就是 因為 很明顯 神族這一波 地面他一定 一定會先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 你先把 對對對 你先多一點張張以後 然後再把你的飛龍組出來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 比較好一點點 前面守那個白球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 明顯優勢 對 原本他應該是要優勢 但是 他被白球打太多東西了 嗯 因為 以剛剛那種 以剛剛那種守白球 因為你第一時間 假如 正面你沒有扛狗 正面有八隻杖 加你家裡大概會有四隻後蟲 他 基本上他不可能在你臉上刷 那一根關子 然後 你只要八隻杖 然後 那些狗又可以把他的山框逼退 然後接下來你就是全部按農民 基本上他打 應該再過個三十秒三框 應該就是直接滿營運 不會像剛剛那樣 只有大概六到八隻那種類 為什麼ALG的那個LOGO是一隻兔子啊 這我真不知道 然後AV設計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韓文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韓文 是 你覺得這次WCS有沒有機會是兩個充足出國 我覺得這次WCS 熱死搞不好拿冠軍 我覺得蠻有機會的 而且那個 主要是Joy他只要跟神組打之前 一定都會跟Beast Talk練超多盤 所以他一定會先把所有戰術先演練一次 目前已經暴露的戰術就會先練過 對啊 那他練Beast Talk打Joy你怎麼看 第一個我本身就覺得Beast Talk打重組就覺得沒有特別強 然後加上他們兩個平常 太熟了 對啊平常太熟了 Joy就隨便 應該就稍微看一下 而且Joy其實細節都有做 他那天像是打那個強算工廠 強算工廠那張 我記得Beast Talk是下一個瓦斯 有下一個外面的瓦斯給他看 當然其實Joy應該是有那隻狗 是有去點那個瓦斯看那個瓦斯採的量 他應該是有看到那個瓦斯根本就 根本就是沒在採 或是只有採一點點而已 那時候Beast Talk有拉一隻工兵去採 所以應該是 看那個應該是還是有感覺 看那個量不太對 所以他家裡第一時間就全部暗長了 因為我覺得那一場好像蠻明顯的 他看完那一隻狗在那邊 剛好在那邊卡住之後 他就馬上 家裡好像就有下地獅的樣子 好第五藍王黑暗神殿 第五右上角藍色是TNG 左上角是But Always 這張圖我還真沒有打過 我好像只打一場 我倒是打了很多場 我就打一場就把BAN掉了 但是我打這張圖重複其實不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張圖 就是他後面的你開 前面三框好開 假如是斜對點就沒問題 但是像這種水平點位 我覺得就超難打的 水平或垂直 因為三框或四框 就是四框接下來 太容易被鬧了 四框的距離又很遠 你又不敢開在正面 因為正面又很近 我自己打這張圖 收到比較多的是 人類最多 反而神主也沒有很多 人類就特別多 這張圖 我第一時間就把這張圖BAN掉了 那時候BAN掉是因為 第一次我打就覺得這張圖太暗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BAN了 然後後來修正之後 又開起來打了一場 我覺得還是 四框好能開到再BAN掉 因為重組我覺得會BAN掉 應該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這張圖 假如內戰的話 不小心遇到內戰 其實靠賽 還蠻容易遇到靠賽 有外援嗎 不是這張 那個黑暗聖電 這張 因為以前其實 蝗蟲不會飛到 不一定飛得到 對面有時候突然長波 就是爆個什麼 14滴速口開 或什麼 前面早期那種速口打法 你有時候會 你有時候 一個 不小心細節沒做好 就直接被衝死 應該還是會走BAN線吧 這看起來 他走BAN線 還是不是就想要 等一下 還要把那個瓦斯的 瓦斯的農民拉掉 去插人家一波 他會放這種戰術吧 會啊 只要是一波他都幹得出來 他瓦斯 但是 他瓦斯的採集速度 是單氣的速度 看起來 雙氣 這還是雙氣 他殺是雙氣 剛剛是單氣的速度 不過這邊 這張圖啊 前期 應該是 只要他沒有第一次出 應該就不太會抓掉 王中還有機會再飛進去 我們這邊走引刀 我們這邊走引刀 你看到VC 結果你防引刀 家裡剩下招子打 然後等一下來一波收風狂 真的是直接落塞 然後現在還有那種 因為你假如默認他是引刀 結果他來的是一波教室 然後你刷八字上 那種也是會直接落塞 對 咳咳咳 掙扎都不掙扎 直接合球 如果我覺得現在 因為現在那個 現在這版本改成這樣 他 伸出前面這個引刀 其實來的時間 我記得是比以前 跟以前相交起來 是快一點點 所以這個時間 通常他只能刷 多刷個一兩隻 其實進來 引刀進來都還是可以 多砍個一些東西 引刀砍多有點快 對 而且我現在 我前幾天才發覺 這個白球 打那個 打亂也是打得超快 我那一天 要打人家刺者 刺者狗一波 然後 我三礦 有大概六 五個還六個軟吧 然後直接被白球摸掉 正在 正在造的那種軟 直接被摸掉 他打生物一下 四五十滴 我那時候正面直接掃六隻刺者 打過去 什麼威力都沒有 反正這邊 這邊我覺得就要看 TNG這四顆白球的時候怎樣 只要這四顆白球 基本上沒有鬧到太多東西 等一下 這個飛行出來 我覺得威力會比剛剛強很多 拉一下拉一下 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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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G剛剛其實第一時間 他就有看到第二種軟機 他 這招容量其實刷得有點太少 後抽被點光 這邊不知道 這裡好像還是沒有看到這種塔 那這樣 等一下這飛龍出來 先抓冷靜吧 我可能會 我可以嗎 我會想要直接 嘗試先往對方加一招 因為家裡其實張到腳分兵 我分好的話 拖著就好 對 我可以守 然後直接往對方加 因為這時候 對方加一招應該是 沒有防守 基本上沒什麼對空 沒什麼對空的單位 一定都是不朽跟狂戰 對 所以我應該會 考慮先往對方加一招 因為老實說 要抓這個人進其實也有點難 喔 這邊 他要少衛 要不要點少衛 點少衛 不用錢的 蛤 他直接飛進去 大龍啊 哇 現在打不休者 其實他剛剛 假如正面把那波 稍微吃掉 我覺得 這正面 蟑螂第一時間再按下去 應該會好手很多 上車囉 爆開啦 這完全沒有結尾蟲 這地場隔一隔 先吃一邊 再打另外一邊就好 他這地場有隔跟美隔一樣 他這隔二 然後還是要打那邊 看來看就沒辦法 這邊TNG打過GG 好 恭喜Bird always 進級到 應該進不進到冠亞 欸沒有啊 他還要打那個 Rex嗎 等一下看一下賽程 好他還要打Rex喔 對 這是目前公開賽的GF 第一名是Shana 大陸選手Shana 第二名是Nice 第三名是Firefly 第四名是Rex 然後Sale Slayer 跟Louis並列 好我們休息一下 五分鐘後再還 五分鐘後再還